大土皇想回覆 吃糙米更健康 孩子的飲食不能這樣吃 做了這個節目之後發現 其實有很多營養素 是來自食物的是最好的 然後包括譬如說 很多營養素都覺得糙米很好 所以很多媽媽應該像我一樣 就是我們改來吃糙米好了 因為這個小Baby 四到六個月的時候 我們給他吃副食品 那很多家長就覺得 是 那在過去的觀念 他可能就會先做一些米糊 或者是一些這個稀飯粥 那因為糙米比較營養 他們就決定用糙米 當作這個主食的基底 問題是量太大了 所以吃一口糙米沒問題 兩口糙米沒問題 吃一整杯 的確有一些小孩 不是每一個 但有些小孩 他就會有一點輕微的腹瀉 屁股比較紅一點 那纖維過多了 那其實現在我們都知道 我們鼓勵四到六個月是 少量多樣化 所以你可以吃糙米 那你量不要那麼多 那不要有那種完美主義 這一杯一定要幫你餵完 那這樣有可能就會讓你的孩子 沒有辦法適應 那我想如果是少量多樣化的狀況下 那你的各種食物都均衡地吃 你的腸胃大概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的孩子已經是八個月十個月 他就真的很愛 吃稀飯他很開心 那這個時候也許你家的糙米 就可以稍微減量 比如說他吃一整碗糙米 那他隔天就會有一點輕微的腹瀉 那你就是變成半碗 比如說白米跟糙米混 或你改成胚芽米 總而言之呢 每一個孩子狀況都不一樣 慢慢來 那等到他的腸胃更健壯 可以消化更多的這些纖維的時候 我們再把那個量增加 了解